- 選的隊伍選角,特別是沃瑪爾,然後克里納卡,穆加爵,瑟菲斯以及馬洛斯 - 喔那這個陣容其實他... - 跟剛才一樣 - 他的陣容是跟剛才一樣 - 那我覺得這個陣容我特別有興趣喔 - 因為他有著瑟菲斯、馬洛斯和沃瑪爾這三隻衝排角 - 再配合了一個小丑以及我們的克里納卡 - 去做一個後排進場,二次進場的一個動作 - 那這樣的陣容其實對於穆加爵來講,保護也是比較容易的喔 - 是,那對方這裡是選擇瑟菲斯,馬洛斯、克里希克萊斯以及納克羅斯 - 喔,一口氣念完就... - 金碗麥格蒙這個陣容也是大家常常看到的一個角色選擇 - 這場比賽我覺得非常期待的是,因為我很喜歡瑟菲斯這個角色 - 那同時兩個沒有升場我覺得非常興奮 - 有,總算可以不用看到克萊斯了 - 欸,還是有喔,對方還是有 - 今晚麥格蒙還是一樣有錯 - 我覺得克萊斯的話,還是現在一個輔助比較主流的角色啦 - 那我覺得克萊斯大概是唯一一隻會把自己的招式名稱唸出來的 - 喔,這邊是暈到了三個 - 草叢看到的沃瑪爾 - 是紫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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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克里納尖 - 往前一追又收掉這個人頭 - 現在是直接五個人聚集在一個中路 - 對 - 一等五打五的會戰喔 - 這個有點精彩喔 - 在一開始 - 一分鐘的時間也就出現了擊殺 - 而且是納科羅斯倒下 - 感覺是兩邊都有一個偷爆的舉動 - 然後同時被對方抓到的一個情況下 - 兩邊顯然都掉得很快 - 對,但這個時候 - 這個克里納卡其實就已經三等了 - 這個時間其實是相當的快速 - 拿到一個人頭以及BUFF - 我覺得這樣子有一個很大的隱憂是 - 因為畢竟前期大家都是 - 沒有第一時間把野怪吃掉的情況下 - 現在的古龍重生的時間點 - 會比平常感覺來的早很多 - 是 - 這邊瑟韋斯 - 基本流行連刺 - 兩個人互刺 - 有辦法位置掉馬尾擊飛了之後 - 中路有爆發一波會戰 - 這個恐怖重災 - 打在了克萊斯的身上 - 瑟韋斯的狀態是很低囉 - 在一滴雷卷這邊是要選擇 - 教學的Recon - 欸,這邊開了古龍 - 這是 - 克里希是直接被收掉 - 同時這邊 - 沈美斯有辦法走掉嗎 - 一個位移 - 再一次 - 克里納卡是因為殺掉了這個 - 克里希升到四級 - 直接點了大招 - 開啟大招 - 就直接一頭撞上去 - 往前一跳 - 一個暴怒飛黃 - 看你往哪兒跑 - 這邊同時拿掉了古龍 - 完了這一場的隊伍 - 厲害 - 開局相當順化了 - 一個4比0 - 對今晚賣個謀來講 - 這是非常的不利喔 - 一個打野位置 - 尤其是 - 這個物理的刺客類型喔 - 你像前期 - 它滾到這麼大一個雪球 - 等於說你的野區 - 完全沒有辦法 - 完全沒有辦法 - 澳大之地 - 有點失誤的情況下 - 被對方納克羅斯給抓到 - 現在被包夾 - 感覺是走不掉了 - 這邊再一次 - 這邊兩次 - 哇,最後一個 - 這個位移 - 疾風圖士 - 下來到國中的區域 - 還是遭到擊殺 - 反而是 - 讓自己的 - 馬洛斯有點危險 - 馬洛斯按下了治癒 - 有辦法 - 馬洛克里希 - 直接運用星塵 - 收掉了這個馬洛斯的人頭 - 哇,我感覺這個 - 瑟菲斯似乎是有一點大喔 - 馬洛斯野區 - 再一次抓到一個機會 - 馬洛斯野區 - 要回頭翻打嗎 - 沒有辦法 - 馬洛斯一瞬間 - 馬洛斯一瞬間 - 這邊是直接 - 打毀了兩個人頭 - 沒錯 - 這邊再一次 - 打野跳了下來 - 馬洛斯 - 應該沒有要代表 - 這麼早期就要做代表嗎 - 有點誇張 - 但是被包夾了 - 上半部的地方 - 揮戰打得起來 - 克里希血量掉了很快 - 但是克里希只有三了 - 哇賽 - 克里希 - 克里希這個傷害 - 已經是突破天際了 - 一個大 - 一個大操直接 - 將這個克里希給秒殺 - 直接開啟了魔龍 - 一定在這裡 - 閃得半個時間 - 今晚麥格蒙的 - 瑟菲斯是正在 - 推中路的一個 - 外塔血量 - 要回去包嗎 - 是選擇 - 放棄掉了這個魔龍 - 去守這座外塔 - 我覺得也是 - 比較合理的一個情況下 - 因為畢竟現在團隊 - 還是有優勢的 - 做一個交換來講 - 還是一個比較不對等的 - 是 - 而且如果 - 以剛才的情況 - 繼續吃魔龍 - 也許在這麼早的時間點 - 對方殘血的狀態 - 都已經回來了 - 甚至死掉的也已經重生了 - 硬打散出的話 - 自己的狀態也不好 - 這邊的話 - 是利用了一個 - 大絕逃跑 - 好 瑟伯斯 - 感覺現在的一個狀態 - 哇 還可以看到 - 哇塞 - 這個傷害下去不得了 - 貝納卡 - 現在 - 今天來到的七級 - 他應該是現在全場最肥的一個 - 經濟拿最多的一個角色 - 經濟拿最多的一個角色 - 是選擇開寫這條古龍 - 那也是 - 在今晚麥可蒙這邊 - 沒什麼辦法防守 - 瑟伯斯被暈到了 - 上一個魔龍 - 是讓今晚麥可蒙的 - 納克羅斯收掉了這條魔龍 - 這邊為他們的隊伍 - 範圍了一點經濟 - 這邊是 - 切換了畫面是不是 - 偷掉了這個魔龍 - 我覺得這個舉動是蠻好的 - 你利用對方的人員 - 大部分都在上半部的一個情況下 - 去將這條魔龍給開啟 - 並且吃掉的話 - 其實是很賺的 - 畢竟是一個劣勢方... - 這邊 - 也許撞到克萊斯 - 直接 - 都是無等待著 - 滿滿的怒氣 - 我覺得克萊斯這角色 - 其實有點露棒 - 這麼露棒 - 對 - 它是唯一隻角色 - 走進去那個草莊 - 再一個打氣的兩個馬洛斯的PK - 再一個... - 哇...兩個對砍 - 好衝啊 - 正面對決 - 正面對決 - 拔刀斬的兩個 - 兩個都不閃的 - 那個範圍都一樣 - 這一個流星連刺 - 對上帶著古龍Buds的這個克里納卡 - 克里納卡 - 克里納卡是... - 現在直接往上半部 - 要去抓這個... - 那個螺絲 - 那個螺絲的位置 - 有點危險 - 在古龍附近 - 但是魏儀之後 - 往後一角四個人集結 - 喔沒有抓到 - 火馬有辦法走掉嗎 - 看來是沒有問題 - 那現在應該是等下一條 - 古龍或魔龍重生 -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交代時間喔 - 但是... - 克里納卡現在真的非常的怒爆 - 我不是在縱橫對方的野區 - 想去哪就去哪 - 畢竟他有一個人魚生生 - 做一個最後的一個... - 就是逃脫手段嘛 - 是 - 那他在前期還有一個 - 位移 - 以及可以將對方擊退的一個效果 - 我覺得這都是 - 就是他現在一個很主流的原因 - 並不是說... - 雖然說他的坦度非常足夠 - 嗯 - 但是你要想 - 你能夠進草叢的角色 - 什麼意思 - 就會影響整個戰局非常關鍵喔 - 是 - 也可以往往看到 - 比賽中最常直接帶著隊伍 - 進到對方的草叢的話 - 通常都是由克萊斯先去衝 - 那... - 如果你去硬抓在克萊斯的話 - 他還有辦法用大絕扳開 - 其實都... - 都是一個很強有力的角色 - 哇 這邊是抓到對方的中 - 抓到克里希的位置 - 這個人頭是讓我馬爾給拿下 - 頭是瑟菲斯一個進場 - 一個流星電刺 - 輸出了一波傷害之後 - 目前跟克里希的位置 - 兩個人是打了起來 - 頭是大龍斯也進場 - 這邊打得相當的激烈 - 但是... - 傷害超險不足喔 - 這邊克萊斯切了一個人魚真身之後 - 切個戰場 - 是野巫隊友來做一個撤退 - 直接開血了這條古龍喔 - 但是這邊是直接進場 - 這邊直接進場 - 兩個人暈眩到 - 後續的結果呢 - 結果是... - 直接強行代不掉這個瑟菲斯 - 但是自己的血量 - 正在扛塔 - 扛兩下塔 - 這邊應該是有個逃掉 - 還想要再做進場嗎 - 再次收 - 扛了一下塔 - 最後血量 - 有撐住 - 並沒有倒掉對方塔前 - 可是克里希和克萊斯 - 兩個人過來包夾 - 克萊斯目前是沒有怒氣 - 越來越新城 - 看見克里希 - 是收掉了沃瑪爾 - 最後這邊 - 萊波鎮的這個馬洛斯 - 跳了下來 - 斜個一下子三張 - 反掩護自己的隊友撤退 - 對 - 同時的穆雅爵去下路做一個補線 - 那這波會戰其實說真的 - 打的是真的很平啊 - 而且打的戰線延長相當的長 - 從這邊打到這邊去 - 同時也看到EDLegion - 在做一個塔殺的時候 - 他們的互相扛塔的傷害 - 是分配得非常好 - 就每個人去承受最後一下 - 如果你再多次一下的話 - 都有可能導致全員增亡 - 哇 你剛剛有看到嗎 - 馬洛斯那個拔刀斬 - 克萊斯直接被切成生魚片 - 那個血量直接噴掉三格 - 然後往後退 - 直接見底耶 - 這個傷害不得了 - 如果你被這個拔刀斬外圍刮到的話 - 傷害真的非常的誇張 - 這邊是馬洛斯的大決 - 下來直接砸到了穆雅爵 - 穆雅爵直接被秒殺 - 現在馬洛斯正在一個 - 直接突進追擊 - 一個十等馬洛斯 - 但是對方的馬洛斯是 - 哇 像畫面非常亂 - 直接直接打得起來 - 人魚真身的克萊斯 - 克萊斯直接追著對方跑 - 這邊瑟菲斯看 - 苗頭不對從後方進場 - 一個流星連刺 - 現在是瑟菲斯 - 往前有辦法嗎 - 我覺得他可能追不到納克羅斯 - 但這邊 - 克萊斯已經變小了 - 是一點對上九等 - 但是雙巴伏的克萊納卡 - 往前繼續 - 再一次一個大招 - 這個恐怖重戰又打在對方身上 - 克萊納卡 - 這個納克羅斯有可能倒下 - 再一次 - 但是打那點怪身上 - 最後一下有辦法嗎 - 我收掉了 - 被納克羅斯給收掉了 - 斜掉時間一點點 - 一個大招沒有能夠 - 哇 看來是逃跑 - 追不到了 - 哇 所以現在納克羅斯 - 確實還是很強勢 - 相當可惜喔 - 因為他利用一個草叢 - 避掉一開始的視野之後 - 利用自己的意見 - 成功挑飛對手 - 再次將對方的 - 克萊納卡 - 收掉之後 - 利用自己的機動性再次跑掉 - 但我覺得剛才克萊納卡 - 的確發現一個失誤 - 是可惜他的恐怖重災 - 雖然是這個範圍內的指定機 - 但可惜他打在了野怪身上 - 而沒有打在這個 - 納克羅斯身上 - 可是視野的關係 - 他沒有辦法放在他身上 - 他沒有單位可以鎖定的時候 - 他就會鎖定最近的一個野怪單位喔 - 但我覺得這一下其實相當可惜 - 畢竟納克羅斯就差那一點點傷害了 - 感覺這場原本風向會有 - 歐仙下半部是 - 納克羅斯抓到了對方的瑟菲斯 - 現在是直接選擇放下喔 - 瑟菲斯是用 - 哇13等對上9等 - 利用一個大絕逃跑 - 那... - 克萊納卡其實在 - 現在的角色來講還是追不上納克羅斯的喔 - 那想辦法利用納克羅斯進場之後 - 他已經交掉了一到兩招未見的時候 - 再去抓他會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 那這邊中路外塔是已經被推掉了 - 這場感覺是反而讓 - 今晚麥格蒙有 - 將劣勢打回來的一個趨勢喔 - 對 因為EA主要的經濟收入 - 都是在克里納卡身上 - 喔這邊馬爾選擇強行開戰 - 抓到對方克里希 - 抓到對方克里希 - 喔這邊後排進場 - 馬爾斯以及 - 這是瑟菲斯的後面進場 - 稍後晚了一點點 - 克里希是直接倒下 - 護持自己的前排 - 喔克里希 - 戰場前面是兩個地方 - 另外一邊在追納克羅斯是有追到 - 只有麥格蒙納克羅斯已經倒下 - 現在是兩方前排在互打喔 - 木甲菊也倒下了 - 直接要殘血了 - 瑟菲斯朝手裡面抓到 - 這個重戰友收掉 - 收掉之後 - 再一次逃票 - 真是好跑喔 - 對 - 這邊直下最後一個二打一 - 直下克莱斯沒有怒氣 - 一個必然轉身往後一拉 - 喔克里納卡 - 感覺可以全部都收掉喔 - 可不從摘的傷害有吃到 - 最後是拿到一個A - 哇 - 這個選手操作這個角色 - 真是非常的滑溜 - 很溜 - 可以看到他在一個會戰中 - 他利用了自己的一個結論性 - 閃掉那個拔刀斬 - 因為你的握馬 - 呃你的馬洛斯 - 全部的傷害 - 就來自於那個拔刀斬 - 是 - 當他沒有這個拔刀斬之後 - 他直接一個回生 - 將馬洛斯收掉之後 - 就把這個人魚的人頭也順便帶走了 - 對 而且他對於這個 - 戰場的那個拉打 - 其實是相當有概念的 - 但他技能是已經 - 跑了一輪之後 - 再重新進場 - 我覺得他的操作其實是相當有異的 - 而且輸出也不相當到位 - 我這邊選擇 - 喔這邊是在 - 喔這邊是在 - 兩邊都想要搶這個 - 魔像 - 這邊是有偷到 - 伊蒂雷絕這裡的色培斯 - 成功拿到對方的智慧魔像 - 現在魔龍是已經重生的一個情況下 - 選擇做一個蹲點嗎 - 應該是要來蹲衣服喔 - 想要來一個蹲點 - 但是自己的馬洛斯 - 還不在那個情況下 - 但吃金錢歸 - 確實 - 在吃金錢歸 - 魔龍啊 - 好 - 正在前方 - 等我集合團戰 - 等等我 - 馬上到 - 這個語音喔 - 我超愛按的 - 集合準備團戰 - 但是你知道按那個語音 - 通常地帶在吃小瓶是不是 - 對 - 通常地帶在做別的事 - 說好的馬上到呢 - 要在家等 - 你知道這個就跟那個 - 有人打給你 - 說我在路上了 - 我在路上了 - 其實還 - 剛睡醒 - 還沒出門 - 喔 這裡又抓到了 - 對方的位置 - 拔刀斬 - 抓到了 - 可萊斯 - 直接回到張盡半條血 - 看這個雷魔之山 - 馬路是 - 出門麥克風 - 這邊是少了一個大絕 - 同時 - 可萊斯 - 偷偷開啟這條魔龍 - 直接 - 讓可萊斯 - 可萊斯 - 給收掉 - 抓到了對方的 - 可萊斯 - 直接一個切個彈場 - 可萊斯 - 可萊斯 - 可萊斯 - 直接分成三邊 - 可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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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幫了這個納克羅斯去追伊蒂勒劍的穆家爵 伊蒂勒劍這邊的前排 去追對面的克里希 像克里納卡、沃瑪這些都會先到前面去 所以等於戰場切割成兩邊 就看誰的後排先倒下 對,還有他一邊,兩邊坦克戶喔 對,還有坦克戶喔 大概是分成三個部分的會戰 排斜大絕是直接打在力量魔像上面 現在的克里納卡抓對方克里希是非常輕鬆簡單的 我覺得要試圖保護克里希的輸出 可能會是今晚麥格蒙這邊比較能夠勝利的一個關鍵喔 因為畢竟現在如果你讓克里納卡直接貼到克里希的話 基本上是一套就直接帶走 哇,這個暴擊傷害相當可觀 開啟了大絕之後 會選擇利用大絕進攻嗎 兩段的大絕直接 我們要套進場 來牽制住這個馬洛斯的輸出 他投資勝利握馬 維生八方大絕在裡面轉 我克里已經倒下了 已經後排已經倒下了一個 血量相當很殘 克里納卡選擇先往後拉 然後隊友在前面做輸出 瑟菲斯相當的兇 直接衝到前面 扛正塔 繼續租出 克萊斯目前一個人想要掩護隊友撤退 可是他總是扮演著犧牲者的角色 最後也是倒在自己家的塔前 可以看到 克里希在一開始就倒下的情況下 整個會戰的傷害非常不足喔 是的 相較於今晚麥格蒙這邊 一定會覺得前排抓到一方後排的位置相當到位 畢竟他們有相當多的途徑角 對 整個會戰來講 除了畢納卡坦了很大量的傷害退場之後 就沒有人能夠打得動他們的一個陣容了 我看到克里納卡在地圖上已經默默的刺激了凱薩了 在剛剛那波會戰結束之後 他並沒有跟著團隊進行推這個 中路的這個高地塔 而是選擇轉頭而直接做凱薩 獲得了凱薩資歷的一定Legend 下一波會戰應該可以直接硬逼對方來打一波 甚至結束掉這場比賽 連帶這條火龍現在清晰差距已經來到非常大 尤其剛剛那一波的一個團戰 感覺是有些失誤沒有能夠守住克里希的一個位置 是 你可以看到 他吃這個火龍 可以讓他吃魔龍等於像在打野一樣 就是打那個哥布林之類的 其實這個角色的話 他這個一技能 恐怖重災是可以直接利用他的被動打掉對方10%最大生命的魔法傷害 是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角色 如果你到後期的話 他要強就要強這種%性的傷害 就是你要能夠直接打對方的坦克非常的痛 你就可以在後期的時候是比較強而有力的英雄 這邊是直接將散步的高地塔給推掉了 下半部也是即將淪陷 這射北斯也在做翻推 這裏今晚麥克蒙要選擇在最後主堡做一個死獸 這裏最後一座防禦塔也倒下了 目前氣地空蕩蕩 這馬洛斯是空大了 但是成功的切開戰場 納克羅斯直接被追出去自己家 反而社維斯直接想要來偷點基地 這一個流星電視 請一下兵線 這次選擇放棄追納克羅斯 直接回來推那個基地 哇這一個電波車直接掉在自己家的基地前面 同時社維斯也倒下 這邊有人在拆基地嗎 有了 時間到16分半 最後一座